MING PAO TORONTO LIN PAO TORONTO Hello 大家好 我是Cenas 來到日本飲食Vlog的Part 2 今次繼續隨心和大家分享 我剛剛在日本吃了什麼 第一間想和大家分享的 不是眼前見到的豬骨湯拉麵 反而是一間我吃過好幾次都覺得很好吃的鯛魚湯拉麵 好開心啊 回來吃這間 以往吃過好幾次的鯛魚湯底的拉麵 好開心 咕咕咕咕 這間位於東京錦系丁的麵園 由2016年開業 最出名的就是他們這個真鯛魚湯拉麵 這個金黃色的湯底是用了鯛魚的魚頭攪碎 再加上雞肉去烹調 所以加上鯛魚的油脂 是真的很好吃的 就連正在吃的這塊叉燒 都是經過真空的低溫處理 還要加上鯛魚片和香料煙燻而成 是不是很有誠意呢 很熱 很入味 我們想吃嗎 真心推介 好開心啊 之後當我在新宿逛街的時候 經過了這一間被譽為日本貴婦必吃的蛋糕店 HARBS 這間蛋糕店在全日本有30間分店 只在東京都有十幾間 最出名的一定是他們的千層水果蛋糕 不過我每次經過他們的分店 我都沒有耐性去排隊 今次都不例外 所以我決定買酒 太誇張 幸好我買外賣了 我等這個外賣買了兩件蛋糕 什麼都等了我15分鐘 我想不到如果在這裡排 我會怎樣 所以幸好我沒有排 可以平一利的 但是那個行政商雜然不能 所以買酒 現在找個地方坐下來試一下 我都說得夠棒 其實它這個水果燒層蛋糕也挺有誠意的 很厚 只要買了兩個給自己試 一次過試看看 但是究竟不是那麼厚 這個水果很甜 那些奶油很新鮮 它不會是很假的水果 還有這班影片 又薄 分布得很好 我不是很好吃的 但是這個水果很大 就是這麼窄的 它會不會做得很好吃 試一試給大家看 這個很好吃 但是 會不會排這麼久 進去呢 我未必買回去OK 而且價錢相對不貴 它的水果很軟 剛才排了 好 試給大家看 嗯 這個好吃 真的好吃 它好像有些優格的感覺 Vacred yogurt 然後有一點點酸 它不太甜 這個就是很鹹很淡 但是它就淡得來 又有一種芝士 然後有些大酸 令到那些味道很甜 好甜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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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應該很濕 這個 很濕 嗯 下面這些呢 是烤花湯粒 看起來很美味 嗯 這個背後 兩個來的 我喜歡生過多些 這個都好吃 但是因為太大 一個人吃不懂 很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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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和大家分享的 這間位於上野 叫做 湯島的天婦羅餐廳 都是我以前做酒店的時候 一個日本客人帶我去吃的 這間餐廳主要行的 都是高級 精致小品的路線 所以它的用料和食材 都比較講究 它用的天婦羅食材 在一般坊間的餐廳 都未必會見到 所以它用來炸天婦羅的材料 例如蛋、小麥粉和水 它都是精選過的 連油都是用米油 所以吃起來就沒有那麼油膩 那我吃了什麼 就和大家逐件分享 海膽的天婦羅 OMG 好多啊 好多啊 好多海膽 點一下 我沒有想過海膽都可以做天婦了 整個口腔裡面都是海膽 好好味 好好味 好多呀 臭小麥粉 好多啊 我臭小麥粉 好多啊 喝酒 好多啊 好多啊 不是 嗯 好好味 它虾醃了 蝦肉好厚 好好吃 好啊 很好吃 吃了笑 漏了一面吃過蝦頭 吃完蝦頭,最喜歡吃蝦頭 很好吃 這是一個煙燻了的芝士蘿蔔 奇怪的組合 原來很冷 原來很冷 它的味道慢慢浸出來 有些葉物來的 很好吃 蝦頭是蝦頭 在其貌不讓 但原來它用了黑松露的鹽 所以很好吃 以為蝦頭就這樣炸一炸 怎麼這麼好吃 很好吃 然後就是這個魔鬼魚 它有沙律醬 它有沙律醬 嗯,吃起來很好吃 好像那些 魷魚 它慢慢的味道出來了 它沒有剛才那裡那麼長 但是慢慢慢慢的味道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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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是 沒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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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州的橙蠟 沒有肉 沒有肉 真的醉醉 很醉 很美味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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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淨的菇味 好吃 好吃 每一樣都很好吃 夠命 好幸福 好吃 中間是范拉貝 還有旁邊是貝刀魚 好 下一個呢 就吃范拉貝 好吃 好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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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新鮮 它是外脆外軟 不然有驟口 好甜 好甜 不是說笑 看不看都很好吃 天洞飯 炸蝦的加飯 好吃 剛才吃了這個全麥烏冬 像這個尖麵一樣去蘸醬汁 然後朋友教我 是要加熱水來喝 我要說笑 但是要說真的 我們要加熱水 把這個醬汁加這個 但早前我們加了蔥 加了芥末 加了芥末 這個不是普通水 是蕭蜜 是麵煮過的水 我知道他講什麼了 加了之後變成湯 不是飲品 是嗎 是 謝謝 不用喝光了 試一下味 吃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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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精緻的天婦 吃完精緻的天婦 下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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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精緻的天婦羅 和酥肉 下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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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吃飯 很好吃 很好吃 魚 好像很簡單 但因為魚很香 是魚的鮮味很好吃 魚融 應該是燒了的魚片 很好吃 很好吃 這個很好吃 很好吃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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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是魚的酒 我走過 我肚子餓 剛剛走完餐 吃完熱 又不吃開麵 不如吃茶泡飯 還是開飯 所以隨便走進來 大家來日本 很想試一下 或者看穿口味 不想吃開麵 又不吃飯 但想濕潤一點 可以試一下這個 拖飯 好嗎 很香 很香 還好 早晨 今天來到上月的麥當勞 早晨也很高興 所以 小聲一點 我今天來吃麥當勞 因為很想試這個 小麥當勞 凍豆的鬆軟麥珠 蛋黃色 上面 跟我們平時用的包圍一樣 其實是一件專家的 我和大家一起試一下 打開 打開 含一口香 小麥當勞 打開 這裡 很質疑 全東大 還要衝動一瓶 我不是全黨 我會這樣試一下 我會這樣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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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來試一下 早餐是不錯的 大家來日本都去試飯 它叫做麥當勞 麥當勞 還有他們早餐是六點到十點 我會這樣吃 我會示範 分享完這個東京美食的下半部 今集就做多個番外篇 因為我們去東京的時候 其實我和朋友都去了 蓮倉和江之島的一日遊 我們在這個美食街都吃了少少東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吃 很脆地選了一間餐廳 因為餓了 所以一定要找個地方去吃 因為在這個 蓮倉和江之島 我因為近海 他們很出門 因為我吃這些 魚飯 這些飯 小小的這些 不過我點了一個 是三文魚士 現在 沖吞蛋 馬上再試一下 吃了一間餐廳 鹽爪魚 大家吃了 很新鮮 哇 都辣了 吞辣魚 當然是銀魚 很新鮮 很新鮮 三文魚很鮮 有爆炸的 吃到後來一半 就覺得很生氣 因為我覺得 它第一口很好吃 因為它很鮮 但吃起來 我不會覺得味道比較淺 加了一些醬油 加上去吞下魚肉 就好像比較好 味道就出來了 但吃起來 我會覺得 第一口很好吃 那裡都OK 只是發揮 第一口是開心的 這個白炸魚 如果發現它好像 蘿蔔 或者旁邊的配菜 比白炸魚 不過味道也是很正常 正常發揮 再吃下一間 買了抹茶缺餅 今天400日圓 有兩吋 試給大家看 夠不夠綠茶 綠茶米 記得留意 嗯 又不算是好 但它的抹茶粉 夠 但是三件呢 夠了 你多一段都不行 一定要跟朋友分享 裡面日本的芝果啤 其實它應該是刨冰 但是它是打碎了一些草莓 那我們加一點 因為可能沒有味道 少許 我突然覺得 應該是很冰涼 我們兩個都受不了 我們這些 上了一個怕冬的年紀 哈哈 三人在那邊笑笑 哈哈 好痛 你有敏感牙齒 它其實呢 是挺好吃的 但是我因為太冷 所以呢 我不是很享受到那種感覺 然後它的草莓 其實是很鮮甜 但是因為加了冰下去 我覺得好像在吃阿波羅雪糕屋 那些的草莓 打碎了 如果它變了雪糕 就應該是很好吃 它有四隻味 但是最高的那個已經遲了 不要緊 試那個Level 4 如果那個Level 4都好吃 那它應該 那個Mask應該OK 嗯 很香 你看 你看 它的布丁質質很好吃 哇 很厲害 很香 很香 好吃 其實呢 是很wish的進來 它高漬就比較厲害 所以它的質感就不是滑滑滑的 哇 好像在吃綠茶糕 是在吃綠茶糕 但是好吃 很濃厚的綠茶糕 好吃 那你可以自己吃一個 謝謝 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先 你和這個人去到很危險 原來 去不到很多東西 糟糕了 難怪你這麼瘦 好吃 看完日本美食的上下兩集 大家最喜歡哪一個食物呢 留言告訴我 好吃嗎 下一集 我 作為日本棒球即棒的中食球迷 很想和大家分享 我每次去日本都會抽時間看的棒球賽 體驗是怎樣 下集和大家分享 下集和大家分享 好,那就請大家分享 下集和大家分享 這兩集的表演 很累啊 好累啊 對手 好累啊 很累啊 很累啊 很累啊